是順天之命的時間 剛才師傅說了吃雞之貓 接著說這個故事要一口氣說完 然後看看你的反應 艾子有個老朋友叫余淫 生了一個女兒兩歲 非常之可愛 艾子見到她很開心 想跟她有個兒子 想想大家做親家 余淫很高興 你兒子多少歲 4歲 艾子就回答 余淫立刻臉都焦了 你想我女兒嫁給老頭子? 艾子就想 什麼? 不是4歲 余淫很生氣 你兒子4歲 我女兒兩歲 你兒子大 我女兒一倍 如果我女兒20歲 嫁的時候 你兒子已經40歲 如果不幸25歲才嫁 你兒子已經50歲 那你是不是想叫我女兒嫁給老頭子? 艾子慘了 原來我的鄰居是瘋的 喂大哥 原來沒有讀過書 那是嘛 一個兩歲一個四歲 就大一倍 以他的想法為何會這樣 你想想 其實有很多人想事情都會這樣 即是 他所有事情都是用倍數計 艾子有兒子4歲 余淫有女兒2歲 即是大一倍 自福為婚 接著那一條阿婆 那個女人余淫說 移民你兒子 死了 鄰居瘋的 這些 大哥 立刻抓他去青山看吧 對不對 如果我問你借錢 然後我問你借一萬 你借一萬 我將來會還兩萬 如果再遲就加了 那你借一萬 那你借一萬 一萬 那你遲了 那就要兩萬 變四萬 原來你不是 你倍數計的 一萬 兩萬 兩萬 變四萬 那些大耳洞 那些 怎麼會有這樣的計法 但是可以很自然地說出來 你覺得沒有問題 真的是這樣的 聽起來是 但是計起來就是 為什麼我兒子4歲 你女兒2歲 我兒子 就大一倍 我兒子10歲 你女兒5歲 我説有沒有可能 他這個應該 一是他就是愛因斯坦 那些未來新星 他那個計法 所有東西都以倍數計 但是 你四歲和兩歲 中間我們說的差數是兩歲 但是他所謂的差數 是以倍數計 要是他的女兒 又不大 就是我兒子 就以兩倍的生長速度 比你的女兒 所以我兒子 就會老過你很多 那你的女兒 要是就叫做 化育遲緩 那究竟 余蔭這個想法 為什麼會去嫌別人呢 如果這個價值觀 現有的世界 真的會這樣 他會覺得 阿蔡 我現在幫你 多謝多謝 麻煩你 我現在幫你 整車 多謝多謝 好 然後將來要還 我沒問題 我心想就是 我將來還 都是幫你整個車 還是幫你整個廁所 他不是 原來他的邏輯就是 我幫你整個車 將來你要送一層樓給我 但我那件事是出乎意料之外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想 你很奇怪 會會會 就是這樣 現實生活都有 譬如說 這個 和一個同事 借錢 借錢 然後你 問他借一千元 然後 你還一千元給他 他覺得你還欠他 我就還一千元給你 然後我問 我是不是要給息 不是息的問題 是你很有需要的時候 我借一千元給你 其實你還欠我一個人情 我還欠我一個人情 那樣沒有還到 那樣沒有還到 那你想要什麼 我有需要的時候 會問你 不是吧 我問你借一千 然後 就還一千給你 但他會覺得 你有需要的時候 他多了東西給你的 我幫了你 但我借給你的是金錢 你還給我也是金錢 但是呢 在你最需要的時候 你問了我借 那就是你當我是朋友 那我是朋友 我借給你 那怎麼解決呢 這個問題 他就是要你 這輩子都欠他 或者他 他又很高傲 有些人會覺得 我借了給你 我已經是高級過你了 那你一天就不要問我借 你還一千元給我 甚至你還息 你也是欠我 因為你沒有問其他人借 又或者你問過其他人借 別人不借給你 而我借了給你 那你還一千元 甚至還一千元給我 你也是還欠我的人情 那你就會 那有些人又很適足的心理 譬如說 我們這些就 都放上臉的 喜怒哀樂 師傅你也知道 他又明知道你是一個很要面的人 亦都明知道 很難開口做這件事 亦都是一個很不喜歡欠人東西的人 師傅都應該是 那他就是抓住你這個心理 就是我現在幫了你 你還給我之後 你都一定還欠我的東西 他一直很強調這件事 讓你覺得你將來有什麼 你都要賣個人情給我 甚至乎為了這個人情 你要去幫我犯法你都要 那也不行 但是他又抓住你的心理 就是說 你是一個很不想欠人東西的人 他就要令你覺得 你怎樣都在欠我的 你死了都在欠我的 你還什麼都在欠我的 他就一定要抓住這個心理 令他自己自我 你還是欠了我的 然後還要抓到你這個心理 就經常提 然後你就說 你不要經常提這件事 我錢就還給你了 你想我還什麼給你 你不要經常在我面前說 你最灰燉兜的時候 最灰燉兜的時候 一條底褲兩粉穿 很流行的 那些戲都這樣說 你想想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煤到一條底褲兩粉穿 誰出街是誰穿 誰見工呢 就是你穿襯衣服 我穿西裝之類 你這樣跟我一起 不是吧 什麼都還給你了 我畢業之後 有景的時候 一層樓送給你 送一層樓就還了 你最需要的時候 我給你 這件事你一輩子還不到 有些人經常都是這樣 這樣就不斷問你 不斷問你 不斷要東西 不斷誠一輩子 都要謝謝他 因為他要覺得 你 你求過我 所以我是你大哥 我說什麼 你都要遷就我 之類的 有些女兒都是這樣的 有些女兒都是 你追過她之後 然後她 叫做大家 在一起 然後 就經常都是 就算結婚 結婚 她都是說 當時你追我的時候 多少人排隊 開著 開逢車 一千支玫瑰送給她 我都不答應她 我就是跟你踩單車 還跟你結婚 我這輩子 就被你害的 我原本就應該住三頂 就是這樣就說 大哥 你不要嫁 有時候我不是英俊 你也不會嫁給我 那你想怎樣 大哥 我拿把刀去搶幾十條金鏈 送給你 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告訴你 我為你犧牲很多 犧牲很多 還幾都還不完 說來說去做什麼 不要跟計較 有些事情 就是 你說我好 我為你好 你說我撿到 反正你也可以撿到 我也挺好 有些人很奇怪 所以這些人情的事情 真是很難計得清 人家的確是幫過你的 所以有個問題 究竟是不是不要開聲叫人幫 但是有時陽升 但是有些人真的不想欠人 互相幫助 是不想欠人 但是有些事情 你沒有辦法的時候 幫幫忙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怎麼還 不要計 有些人就幫完就算了 有些人就乘世掛在後面 甚至乎搞到神生鬼厭 就是天天 所以要相反這樣想 就是你伸到手幫人的時候 就不要想 人家有什麼回報 怎麼還給你 有些很計算的 師傅 很難搞的 有些 就是你不斷走去跟他說 就是說 喂 要什麼都還給你 你還想怎樣 有些人就 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有時候 就是你 不是很想欠人 就是這樣解 但是如果你經常不想別人幫 你的進步空間又很小 是 有時候要借少少力才走得快些 或者去得遠些 所以合作最好就是 大家都想共同做好一件事 你說沒有計較就很難 但是一合作已經有些人 有些人經常都說要吃著 就是說全靠我 沒有我 這個計劃怎麼成事 會 會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 是啊 只有死人口 其實你又不是很想找他 只不過呢 你要完成這個計劃 一定要經過那條橋 那條橋 那條橋就整條村 只有那條橋才能過到對面 那你不問他借有什麼辦法呢 譬如做show 師傅可能也試過 然後就 沒有旗 是德哥那條 死仆街 即是訂了個旗大又不做show 要不問他借 要不然就真的做不到了 好啦 那你死死你都去找他 這樣 怎樣啊 阿唐 喜歡來找我了嗎 這樣似的 我都知道你在搞十大中文金曲 一百周年慶典的了 是啊 我訂了 不過我呢 那幾天的確是不用 我收我退遲了 那幾天就訂多了 鬼我有錢嗎 你是不是想要啊 我不是想要 為香港市民和為香港樂壇做些事 想問你拿一天而已 拿一天 拿一天 拿一天就很大件事了 阿唐 想當年 不要說想當年了 對不對 大家都那麼高那麼大 你七十我七十 是吧 為香港市民和樂壇而已 不要跟我說樂壇 如果你想要的 除非這樣 你想怎樣 怎樣呢 道國協 道什麼協 道什麼協 我來欠你啊 頂你嗎 通常都是這樣 要求多多阿祖 阿祖又說要跪 又說阿西 糟了你走去 我放在維園那裡做 不在你的牆裡做 吃屎 你走去 有的 有這樣的情況 忍氣吞聲 有這樣的情況 你會不會受這種氣 但是 看看你個人那個 那個量可以承受到多少 但是要做到我身嘗膽誇張 師傅 你身邊那些都不會勸你 阿唐沒有啦 求他做什麼鬼 是不是 那不是的 有時候你 就是 做這一類事情 你就真的要有一個能忍 你才可以做得大的 嗯 如果不是你 你每次見到 就是欲難則退 這樣 那你就永遠都是 就是 就是現在那些叫做 就是按張辦事 我每天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 等於我們有一些 以前的同事就是這樣 總之呢 就是兩元餐飯 過九就不行的了 我做不到的 做不到啊 一毫子而已 這樣也做不到 做不到 嗯 但是呢 我們反而會想 不是啊 我家裡真的只有一個半 買餐菜 嗯 那蔥都在地上 撿兩條飯 先撿住 就是 就是你會這樣想事情 跟 就是倒轉頭想事情 不是啊 哦 人家都有兩元 買餐菜 我都是要兩元 嗯 就是 就是 你有台 有燈 有音響 就可以做到的 我們經常都說有條電 嗯 你那裡不下雨 不會突濕 有個遮頭的 那就可以開得當的了 最慘的就是 就是我們不會想要豪華報警 什麼 3D 背頭啊 那些 你不會想那些事情的 那你 你不是走去 有時候就是走去跟他說 喂 不是吧 兩元才肯做 喂 人家阿棠啊 我給過百 他都做到一個show 那你找阿棠咯 喂 那我不可以下次找阿棠做的 你有出糧的嘛 你都是報酵的嘛 講明了年頭的show 他做 年尾的show 你做的啦 那你沒有預算 我要兩元才做到的 那你現在是不是不做 不是不做 不是跟回程序而已 那不夠預算怎麼做 你又吹機會不漲 然後一搞一搞 最後 你真的沒有辦法 自己做 最後不是自己做 然後又是叫阿棠做 好啊 阿棠又牙耳氣 說不是吧 又是我做 那個人又不做 是啊 他說兩元才做 那怎麼辦 那你就幫他申請兩元 怎麼申請到呢 年尾哪有錢 那個show又不可以不做 幫忙頂著他 好啊 然後阿棠走去做 過八 預算去做 怎樣做了 一半 那個兩元的出回來 出回來 哎 啊 我現在肯做了 叫阿棠交給我 家老母 人家做一半 你瘋了 你都說 那個show不行的 我那個辦法才行的 只有過八 我算過了 現在不用了 人家開了頭 訂好你才說你做 對啊 你做完那些最難的事情 先 老闆一罵 就好像兇狠 到最後又是交給兩元 那些混蛋 然後阿棠又死死 還要 因為他跟著 還要幫那個混蛋 還要做一個PA 還要做一個assistant producer 你說幾不奇怪 過八那個開了一個好頭 還要 然後呢 兩元那個炸了 裝了叉燒不做 然後呢 人家做了半支半 約了巨星 然後他又說接手 拿個光環 這些你不拿個炸彈炸死 那這些 那些 但是 在那個 那個 做事的時候 很多這樣的 就是他想 他想 退開一些 避開那些 最艱難的地方 那些骨頭那些 我不肯 嗯 那等你搞定了 有口肉 批了出來 我吃那一口 我來了 這些豺狼是做一些角色的 老虎 不是 豹就是負責去捉 捉完呢 老虎就走過來 哇 那些豹就走開 我先吃 你沒份去捉 我先吃 沒什麼東西吃 吃吃吃吃 然後呢 老虎飽了 走開 剩下三分一 屍鞋 然後一隻豹走過來 那些豹才到我吃 誰不知呢 走過來 豺狼又走過來 吃啊 搞錯 老虎吃了 我們要吃 只有兩隻豹 帶來九隻狼 第一隻豹 又沒得吃 然後走去 好 豺狼吃完了 剛才你說的那些 執美菜 就是豺狼 好 然後做事 阿棠那些豹走過來 哎呀 只剩下一個屍鞋 都吃 永遠做那個